结构 这个是不是动名词当主词 同学是不是会觉得 老师这不是动名词当主词吗 不是 如果你是动名词当主词 后面句子一直写一直写 马上后面就要接动词 可是动词还没有出来 就被斗点切开了 那表示 这个就不是动名词当主词了 动名词当主词 后面一定马上就要接出动词在后面 但是这里没有斗点切开了 所以这个就叫分词结构 ing写完斗点的 这个就叫分词结构 那分词结构我们要留意什么现象 分词结构就要注意的就是 分词是属于动作 观念是这样子 你这边写不定词 或者是动名词 或者是分词 现在分词 或者是过去分词 这一些都是属于 在英文里面就是属于动状词 所以动状词包含三个 不定词 动名词 分词 分词又分 现在分词ing 过去分词加ed的 但是不管怎样 这三个是属于动词的状态 动状词 那既然是动词的状态 它还是具有动词的特性 具有动词的特性 那既然是有动词的特性 就会有一个做出动作的那些动作者 你看 存了钱好多年 存钱存了好多年 他的动作者是谁 存钱的是谁 你就先了解了 存钱的是谁 就是后面的主词 他 所以记住 一开始如果是出现不定词to 或者是ing动名词的 或者是像这样子的分词结构 记住 这个动作者 因为是动状词 它属于动词的一个情况 我动作就会有动作者 发出动作的人 这个人一定是后面的 主词 前面是存款 存钱 后面的主词 如果不是人 那就错了 因为存钱的 一定是人才可以存钱 所以后面的主词 一定要用人 如果不是人 就百分之百就错了 这个观念很重要 现在是讲观念 讲观念 要懂 以后你才会判断 哇 他存钱存了好多年了 he can finally 他终于 can afford 这就买得起 终于可以买得起 an apartment an apartment 一个公寓了 终于可以买起 一间小公寓 再看第二个 as time is tied 二词 这个二词就是 由于 因为的意思 因为 时间 is tied 是很紧 时间很急迫 时间很紧迫 we cannot afford to 后面一个waste 这个是用to 不定是to的写法 我们浪费不起 a single minute single 就 就单单一分钟 就只一分钟而已 我们都浪费不起 cannot afford to waste a single minute 时间非常急迫 我们连一分钟都浪费不起 所以就是这样子 好 那下面 刚刚是用不定制度 现在我们转用名词的写法 由于时间很紧迫 我们浪费不起 你看用名词哦 the waste 这里是名词哦 的后面一定是名词 好 我们浪费不起 一分钟 连一分钟都浪费不起 所以写法是变来变去的 你如果懂了 观念清楚了 你的写作 你的翻译 都是很灵活的在调动 在变化 这样你学英文就会很有兴趣 好 再来看下面的一个补充 can hardly 几乎无法 好 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 几乎不能 但是 在英文结构里面 有一个 跟hardly有关的句型 就是assume us 一怎样就怎样 它可以等于 hardly when hardly before 这个含义就是 一怎样就怎样 但是 这个地方很少在用 不过 万一考出来 这个 大学联考 这个 这个什么 一考出来的时候 不论是学测 或者是 这个指定考课 都要留意 会有陷阱的 好 我们先看 第一个 can hardly 几乎不 几乎无法 二是 由于 Eden live within his income 生活 within 在什么 之内 income 是收入 他的生活 他过的生活 是 在他的 收入 内的 生活 比如说 他收入是 五万块 他就 他的生活的 开支 就是在 五万块 之内 我们中文 怎么讲啊 中文讲 live within his income 就是 量 入 为 出 量 入 为 出 二是 由于 Eden 他过着一个 量 入 为 出 的 生活 也就是 没有很多的 钱 可以存下来的 以示 量入为出 He can hardly 他几乎 无法 buy a new car 几乎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 买 一部 新车 那这个地方 我们也可以用 前面的 He can hardly afford to buy 一样 He can hardly afford to 老师觉得 加上 afford to 比较完整 因为 afford to是指 经济能力上 可以怎样 加一个 can hardly 就是 经济能力上 无法怎样 我觉得 这个 afford to 要加进去 加进去 会比较完整 好 OK 再看 下面 这个 hardly 后面配 when 或者是before 加指句 前半段的部分 hardly 这个部分 要用什么 是 要用 过去 完成 是 那 后半段 when before 后面用 过去 死 这什么意思啊 一怎样 就怎样 我们看内容 the criminal criminal是犯人 这个犯罪的人 记住哦 这个犯人还没有被抓到哦 所以没有关在监狱里面 如果是关在监狱里面的那个犯人 我们会用 pison 这个是关在监狱里面的 那么没有关在监狱 他犯罪了 好 但是呢 警方还在抓他 他还在外面 这个逃跑 那就叫criminal hardly 好 hardly when hardly before 我们就发生 一 怎样 就 怎样 所以前面是说 一 看到 这个警察 就 跑掉了 就这样 那另外有一个 考试 会 考你的那个结构 就是把hardly 移到前面去 这个就是考试的重点 如果是考这样子的 那会考你动词时态 这边是过去式 前面要用过去完成式 如果是用这个结构来考 他就考你 导装结构 你看 hard 这个head sin 马上变成疑问句的写法 这种就是导装句 那为什么会导装句呢 好 在英文 语法上 语法就是文法 有一个重点 说 否定 复词 或者是否定的 复词 骗语 复词是一个字 骗语就两个字以上 叫骗语 好 像never 复词 从来不 thold很少 复词 否定的 hardly 几乎不 也是否定的 这个都是否定复词 by no means 有一个no 绝不 in no way 绝不 not until 直到什么时候 才有一个not 那这一些 否定字 你看 都有看到not no hardly seled never 都是否定的字 至于 据手的时候 放在据手的时候 后面要接 导装结构 什么叫导装结构 导装结构 就是疑问句的 那个写法 疑问句就是 are you do you can you have you 都是这样子嘛 对不对 所以 hardly 一道具手了 后面就变成 这个就疑问句了 好 原本是 have the sin 现在变成 have the the criminal sin 对 如果是考这里 一定是考你 这个导装学法 考这个结构 就会考你 动词 时代 来 下去 就换另外一个 assume us assume us 一怎样就怎样 记住 这是讲过去的事情 所以我们动词 两边都是用什么是 过去是 你现在有没有看到这个重点 这个重点 如果一考出来 同学真的会被搞混 因为 前面的写法 要用过去完成 配过去是 这边 用导装结构 这边用过去是 有没有 assume us 两边都用过去是 你说 连老师都搞混了 何况学生呢 对不对 好了 这就是 三十的 片语的运用 老师已经讲得很详细了 应该对 这个巨型的改变 那个观念的厘清 应该有很大的帮助